第三第九題 將氫氧化鈉固體溶於水中 四次實驗皆以固定濃度的溪硫酸中和 結果如表所示 請問第四次實驗中 所需的溪硫酸為多少毫升 我們曉得酸碱中和的時候 它的條件是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的末數 所以這兩個之間會有一個正比的關係 也就是說我的氫氧化鈉如果越多 所需要的溪硫酸也就越多 而這個跟所謂的加水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加水只是稀釋 並沒有改變氫氧化鈉的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 第一次實驗的時候氫氧化鈉是兩克 變成了四克的時候它是兩倍 所以它需要的溪硫酸呢 也就變成了兩倍 從15變成30 而跟這個所謂的加水是沒有關係的 像這個25的時候它也是所謂的30 所以顯然跟加水沒有關係 所以當它從4克變成8克變兩倍的時候 所以30要變成兩倍會變成60 所以第四次做實驗的時候 需要的溪硫酸應該是60毫升 所以第三點九題問我們說 請問第四次實驗中所需的溪硫酸 為多少毫升 我們答案選出60毫升